《转眼爆款剧狂飙》已经播出一年多的时间 曾经全网一起紧张追剧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张颂文因剧中高启强的角色一夜爆红 成为了内娱热度最高的演员之一 可没想到的是 好景不长 翻车居然来得这么快 这里是新闻八爪鱼 不少评论都说 张颂文的演技反而不如以前 表演起来有点模式化 更有人嘲笑 他已经走不出高启强了 请点个赞再继续 让更多关注张颂文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视频 前段时间 张颂文主演的电视剧《列宾》迎来了大结局 同样讲述警察对犯罪分子穷追不舍的故事 同样由张颂文在其中饰演反派 《列宾》的配置看起来与狂飙类似 但无论从收视率还是评分来看 前者都远不如后者 张颂文的演技更是遭受了质疑 其实不仅仅《列宾》这一部剧 其实反对上文网友们的说法 在他们看来 张颂文在《列宾》中的演技 有些地方反而远超狂飙 张颂文在《列宾》饰演的反派黄宗伟 性格看似与高启强雷同 实则前者更有立体感 因为有着振兴家族的野心 所以当在底层打拼的黄宗伟 发现自己有了制度挣钱的天赋之后 哪怕明知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他依然骄傲得不得了 如果说高启强心中还有三分对家人的眷恋 那么对于前一秒还和妻子流泪告别 下一秒就立刻变脸的黄宗伟来说 爱家庭与妻子都只是这个疯子的一层伪装 只是这些表演变化 都被张颂文藏于细节刻画里 电影不休不止其实也是 因为张颂文与主演白客 在影片中饰演的是单位上下级的关系 所以在见到白客的第一面 他就当着众人的面说 咱们不用太熟 你不用跟我做朋友 白客当时吓得脸都泛白 事后才明白 这原来也是一种生活化的表演方式 白客曾说 张颂文是业内公认的水平很高的表演老师 每次和他在一起演戏总能学到点东西 只是一部作品的最后到底的好与坏 涉及到许多层面 比如导演 剧本 剪辑等 纵使爆火了 咖位上来了 张颂文依然控制不了这些 他唯一能控制的 就是让自己不要变成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 在《猎兵大结局》播出之后 张颂文发文说道 每个观众对一部影视作品 都有喜欢的理由和不喜欢的权利 这是正常的 这个剧组 我从开机第一天到杀青最后一天都在 每一场戏的拍摄 大家都认真对待 希望尽力去做好 与我 未来还是会全力以赴 这是我喜欢的职业 我会把它做好 外界批评与赞美 张颂文其实都看在眼里 只是 他并没有对此进行任何的辩解 也没有立下任何的承诺 他只是 如过去的十几年一样 依然脚踏实地地走着 张颂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今到底变没变 其实 从他与网友之间的互动也能看得出来 在还默默无闻的时候 他就与粉丝像朋友一样相处 有时会犀利吐槽 一起玩梗 有时也会分享内心的感触 传递温暖 而这些 在他爆红之后 没有发生过一丝的变化 粉丝给他分享了一些生活趣事 别的明星演员对此几乎只会无视 张颂文却毫无名人架子 不仅积极回应 还把自己的童年糗事都拿出奖 若是有人真心向他发问求助 张颂文也会暖心认真回应 有人问他 张老师 应该怎么适应孤独 张颂文却说 不用适应 如果你不喜欢孤独 那就去热闹的地方 一位粉丝遗憾留言说 自己还没看过海 张颂文却夸他 你比大部分人多了一份憧憬 而当有人难过地说 自己压力好大的时候 张颂文也会像好朋友一样 用开玩笑的方式减轻对方的压力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女生 他说 老师 我今年可能要随便找人嫁了 下半辈子应该都不会再快乐了 看到这种话 一般人的感受 可能是愤怒或者同情 但张颂文却并没有选择 做一个所谓的教育家 他只是祝福到 我朋友请我吃饭 问我想吃什么 我一般也是说随便 结果上的全是我爱吃的大餐 希望你也拥有同样的巧合 这个回答其实真的很打动人 就像有些评论说的那样 这才是成年人的安慰 毕竟未见全貌不予置评 他没有选择指责 或者高高在上地去做人生导师 他只是真诚地希望对方 不要丧失对生活的希望 也难怪很多网友 开始把张颂文的微博评论区 当成心理诊所 而这其实也是粉丝坚定不移 相信张颂文的原因 一个咖位那么高 却依然从心底里尊重影迷 并视之为朋友的人 在飘又能飘到哪里去 演员林家川曾分享说 他有一次去张颂文家里做客 那时候张颂文已经火了 生活也富裕了很多 可他依然住在曾经的小院子里 冬天的时候屋里会特别的冷 他很不解 张颂文却说 他是故意保持这么冷 为的就是不让自己因为爆红而膨胀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张颂文曾目睹过身边不少人 发生过这样的悲剧 所以当主角轮到自己的时候 他与自己说的更多的只是等一等 冷静一下 在别人误以为他已经飘了百烂的时候 他其实一直在用心守护着 自己演艺事业上的来之不易 近期播出的新节目 灿烂的花园 一眼望过去张颂文老师的微博 也是透露出浓烈生活气息与岁月静好的味道 他是真的热爱生活 并且热衷植物的钻研与种植 他是真正扎根普通人中 也生活在喧嚣现实生活的演员 因为作为演员 张颂文老师不想做太多的综艺 在他的生活里 他始终都在做一个好奇的人 一个感受生活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有代入感 张颂文想做一个没有剧本 没有设计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综艺 而在节目组这里 依旧顽强地想保留一丝丝剧本的想法 因此 第一期 节目组就与张颂文老师 陷入了忙碌与辛苦的你追我感 张颂文老师在车上坐着坐着 就突然想下车看羊 与养羊的人扯羊粪拉家长 每一次的行程 都是张颂文的心血来潮与突发奇想 于是编剧在跟了张颂文一段时间后 彻底放弃 因为他们实在跟不上张颂文的思维与节奏 只能妥协 于是 一个奇妙的无剧本综艺就这样诞生 而张颂文便是这个节目的灵魂核心 因为没有剧本 所以节目的热度也没有像其他大热综艺那样高 但是打开这个综艺看的观众 却慢慢爱上他富有生活气息的感觉 这个节目居然还有掺杂了演技进修 简直是随时随地大小演 我能感受得到节目组工作人员们的无奈与宠爱 有张颂文在的地方 嘉宾们的演技进修怎么都逃脱不掉 张颂文似乎已经忘记 这是一个叫花园的节目 最新一期 张颂文带着嘉宾们去到之前电视剧狂飙的拍摄之地 广东江门 而去的原因非常的单纯 只是因为张颂文想挽救两个生命 此举伟大而壮阔 不禁让人激动 山长水远去到江门 他动员所有嘉宾 救下了两个濒临死亡 拥有二十多年生命力的巨大龟背竹 看到这里 有许多人可能会说神经 但是我却觉得 张颂文老师在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有的人不爱植物 不养植物 便认为植物被铲除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可有的人认为植物的死亡重于泰山 拼命在挽救 就像有的人善意满满 一直在坚持拯救洞一般 最近的大热剧 我的阿勒泰里有一句台词很火 去爱 去生活 去受伤 试问 一个不会让自己失望的张颂文 又怎么可能让别人失望呢 你说 对吧 这里是新闻八爪鱼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了点赞 订阅 分享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说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 请用来 erstmal的 Lobo Dobo 皮股 什么 何 他们是否 我们下期 数据